是的,沒錯,這裡就是宜蘭的巫師港 大家好啊,我是AD 第一,就是今天要來介紹這個巫師港的釣點 今天的天氣啊,陰天,還飄點小雨,真的是不太OK 不知道其他釣友的狀況啊,釣得如何 我們先轉來港內好了 這邊呢,是停船的旁邊 那我們找了一個比較恰當的位置 大概看一下這個周遭的環境 在水面上呢,其實沒有看到什麼魚啦 不過,既來隻則安隻吧 來試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大魚上鉤呢 先來準備一下工具 我總共準備了兩種鵝料 這個是紅鵝 一個種是南極蝦,但還沒有退冰 所以先用紅鵝來試試看吧 忘記介紹 目前使用的是二號的雞釣竿 釣竹呢,等一下我再給你們介紹囉 這個呢,是南極蝦,還沒退冰的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動靜 不太好的樣子 現在又開始飄雨了 我看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天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眼福 可以看到我 釣到大魚 釣到大魚 我看現在也沒事 教大家綁鉤子吧 先把線穿過鉤環 拉出來溜一截 倒折 折到跟勾餅的位置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小U 好啦,抓緊喔 然後把線 比較短的這一個 再看一次喔,是這樣子 然後抓住 U型 好,拉出來一些 因為要有一點長度 然後用短線去繞 繞個大概 看你們 大家的一個習慣啦 通常我都是綁個六七圈 至八圈 然後看 比較牢固這樣子 好了 現在繞好了 大家看一下 U型跟它的短線之間 你要穿過去 穿過去的話 你要小心一點 在拉繩的時候不要去勾到指尖 好,那我們先拉長的再拉短的 拉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拿剪刀的一個握柄 然後來 將那個施力點給它抓緊 好,就是這樣子 拉扯看看 看是不是 有沒有沒緊的動作 那再加強一下 然後把線下的那個線結的部分呢 我們就剪掉 這樣就大致上完成了 你看 是蠻漂亮的 接著呢 我們要準備一顆鉛 因為鉛打嘛 所以呢 通常我有個習慣啊 我都會 呃 因為我的線 其實我用大概十號棒線 我都會準備像這個 防搖管 透明的一個防搖管 然後呢 也不用太長啦 因為嘴巴的話 你要看它咬的 咬合點在哪裡 當然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防法 也可以分享 那 我的話 我會先把 呃 鉛 會有一顆咬鉛 對 就是這個鉛 然後給 先穿進去 鉛的大小 你就是看它的一個浪框 或者是 水的部分的一個 潮水的狀況 去調配 那我 因為我是要用 可能小卷 然後活蝦之類 讓它會比較在 水中 去有 比較自然的感覺 對 然後先套鉛之後呢 再套這個防搖管 進去 好 那看一下吧 完成了 就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再來呢 準備鉤兒 因為今天呢 也沒有特地去買活蝦 就 嗯 可能也不咬啦 我是覺得 所以呢 我就準備了 前幾天所留下的一些小卷 我把它 裁成比較條狀的形式 然後勾個兩三回 好像是一個 會 會活動的一個夾鵝 那我們現在 丟下水中來試試看吧 記得 下雪的時候 一定要上下的 放動一下 和吸引中成的 A來講 小卷 目前啊 使用小卷 不像是活蝦一樣啊 它會自己就是 游來游去 或者是跳 然後吸引那個大魚來咬 那小卷的部分 你可能就要自己去爛鵝 爛鵝的形式呢 可以上下晃動 或者是左右的搖擺 那調整的湧層也不一定 那 通常就是以 可能中湧層去嘗試 再往底層 底層再回來中層 然後慢慢拖拉的方式去釉魚 現在呢 我們就先放著吧 記得今天真的果真 被我料到 真的就是 不太咬 那 現在的部分 我已經換了藍吉蝦 也調了幾個湧層 去嘗試 那真的也沒什麼魚 來咬 再來看看吧 途中的話 就是我會撒一些幼兒 因為現在它的幼兒 是我們整理 到底是怎麽 還會好 喔 要有羽毛 也無本 不少 有羽毛 很小 真的 是 有羽毛 有羽毛 你問我 哪 有羽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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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